2008年5月31日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77116部队赴失职特级飞行员邱光华 在汶川大地震执行任务返航途中 因飞机突遇低云大雾和强气流不幸实施 我们拜访了他的家人和战友 记录他隐秘而为大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5月14号飞进来 惨不忍睹 这个坝子里全是摆个尸体 5月15号我们再去的时候已经有味道 马上就是运到丝带 华氏粉这些东西 马上集体就晾了 好 我 认识 辛苦 等 小 我 所以 我 要 aide 大 在哪个地方在哪个位置 比起先捞路 下头那个捞路 有秋光环 走到下面 走那边那边过去 现在过去不到 现在水淹去过去不到 过去不到 那个地方现在水淹了 走路过去不了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一会儿 他说的就挑头穿过那个洞子 到那边看一下 好嘞 好嘞 好 512当天飞机到这个地方了 后面所有到李县 汶川 茂县的飞机 都是从这个山沟进去 然后飞机基本就是贴着这个山谷飞行 如果正常当时我父亲的飞机 也应该从这儿出来 以前那老路就沿着河走 现在太高了 都是新路了 我觉得就在前头那个地方 我去看好吗 您小心啊 不得是 我踩着脚 之前你们来也走这个路吗 不不不 以前在公路边边上 就是这个一次留下来帮他托的 你是当地人吗 你是当地人吗 我是当地人 我们家远就住了 哦 就在这儿地质没有人 搬出来了哈 我父母没事 但是我女子在学校 早了 啊 是英雄小学吗 小学 当时就是邱光华烈士机组 他们就对他们的搜救 那个过程里也都在这个 不近啊 当时不知道在哪里啊 啊 从那个叫沙山 滚啊哇 是哪个的 有过来了一个玉皮寺 过来搜救 当时到处找不到 很多人找到 在这个 在这个 就你看像这儿漆雾那个 就这边这个 漆口 那个里面 在这里面找到的 在这里面 嗯 嗯 低点都不得 师傅 你这样 能不能 你们找人 我出点钱 把这个字 重新我涂一下 嗯 你就是去拿那个 红裙 哦 把皮 瞄一下 这石头本身就在这儿 然后专门 有人专门来过来 然后从山上直接滚下来 哦 哦 地震死嘛 所谓的 然后正好 它离这个 事发地比较近 当时军区他们过来 看了一下 觉得这儿立个碑 这一块碑是09年 正后一年 一周年 哦 立的吧 啊 在往后的大概十年里 您和家人还每年都会来 哦 对对对 哦 因为现在路不是很好了 最近几年就没来了 为什么之前每年还要来 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不太想要再看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是出事最近的地方 所以到这儿来了 我们觉得离他更近一些 我们始终觉得他没有走 好像一直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们也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怀念我们父亲 您第一次到现场是几号 嗯 5月15号 我们是第一架落地汶船的 当时飞行员 机长就是我父亲 当时到汶船以后 我们降落的前后 都有高压线 非常危险 落地以后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 以后你不要坐飞机了 这个这个话说的非常严肃的 嗯 把你搭进去划不来 其实当时我听到这个话 我就感觉 真的有那么种危险吗 其实我也沉默了 但是把我搭进去 这种话 从我父亲口里面说出来 证明他已经预感到 地震救援的危险性 相当大的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 父亲可能出事情了 嗯 我应该算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当时我认为 应该是迫降在某个地方了 哦 还现在还没联系上 因为无线电通信 可能受的阻碍嘛 第二天 上午 我们路航部队就出动飞机 所以在原地的航线上进行寻找 嗯 我也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我就感觉 情况很糟糕了 父亲出事当天 您有没有救援任务 嗯 那天我在机场待命 我在寝室 见到他最后里面 当时他很疲惫 嗯 半躺在沙发上 那是从他投入救援 呃 开始就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对一天都没休息 我当时问了你下午 还去再去吗 他说要 您知道您父亲 为了多少烫了 在那一段时间内 来回63次 解救危重伤员100多个 这里面的确实很奇 这里面的照片 包括这个有很多镜头 确实是当时 救灾的时候 就是真实的状态 就是当时您经历的那个状态 对对对 你比如这个飞机 这个这个这个 运送这个伤员 当时就这个情况 这老百姓有些 确实是年龄大了 地震上又受伤 受伤了 当时秋光华列 是开的是这样的飞机 对这样的 一模一样 那一段时间的救援 跟平常到那些地方 差别在哪里 或者是更困难在哪里 困难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它因为地震受这个地震以后 它这个地形发生变化 高压线倒了 就是降落地点 变得更加复杂 但那个时候是必须要下去 那不是因为 由于我们认为安全才加 那是底下需要 我们就得下去了 如何选择降落地点 其实也是看飞行员的经验 当时您过去 就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一片废墟啊 在现场也好一片浪迹 看着那种彩练剂 那种状况 那个无法吸引 无法吸引 整个所有的英雄基本上会完 一天的飞机都是上班加次 不仅是我们团的飞机 全军的飞机都在那飞 都在飞 也有高空的 也有空军的 也有其他部队的 这个陆航的 还有地方的 这个地方的 这个航空俱乐部的飞机 都有 所以为什么自身机的 优越性很好呢 汽车去不到地方 就是自身机 自身机是你那大工 它是相对安全的一种交通工具 但是一旦出问题的话 可能就是很大的问题 是啊 嗯 飞行五小时 飞行员的技术水平 和你的这个 特殊情况的处置的能力 都是保证这个人物 这个最基本的条件 飞行载盘嘛 我们也处理了一些 特殊情况 也牺牲了很多人 打扮都是天气的原因 像那个乌亚二这个 九万花这个事 是吧 他那天 牺牲的对方 就是天气变坏 这么艰难的环境 这么艰苦的条件 献出了他保贵的事 他跟我一样的 退休都是实质干部了 飞行飞了三十多年间 就四十年 当时也可以不去飞 他自己主动请命要去 是啊 正好52岁的时候 延飞 延飞这时候 一般不给你安排 搭着这个飞行人物 所以这个阶段上 他是要求飞 要求飞 而且飞得最多 去的最艰苦的地方 场地最复杂的地方 就这样的 你们当时有没有相互劝一下 就是不要飞了 那种情况下 我们就没那种概念 我们是第一批 超速民族飞行员 是周中的特批的 成果造了一百米 然后人们培养了我们 培养我们的目的就是 走过最困难的时候 最需要的那时候 你看这是你赶紧付出的事 这个机组的机长 他叫邱光华 特级飞行员 军贤士大校 按照他这个职称来说 应该在后方指挥工作 怎么跑去了最前线 邱光华作为当地人 而且是作为我们国家 第一代少数民族的飞行人员 第一时间 他是向部队上自我请站 去到灾区执行任务 他们这个机组 往返于灾区63架次 运输了很多物资 但是没有想到 5月31日这天 在返航的过程中 发生了意外 所有机组人员 全部遇难 当时飞机的残骸 您这是第一次见吗 第一次见 从来来见 我不想看到这个很残酷的 可能我自己晓得清华 肯定飞机试试 看到他肯定也是很残酷 因为已经十多年过去了 我还以为这些您也都去见到 搬不来 生干了过后 已经都恢复不了 来 阿姨你好 不同孩子 你接受 不用换学了 不用换学了 每天早晨起来 我要跟他公民住审 这个是从他走了以来 到现在为止 每天是一住审 我们在喊他 他小李公民说 你不要这样子 你这样子 你不是心头 天天都想着他 哎呀 我说的 好像我觉得我不少想 我心都不舒服 其实我的身体 你看到我很健康 但实际我不健康 我2008年检查下来 整个乳膀全是包困 就是落落气 但是医生检查就是 喊我尽快到餐一切 但是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是保守治疗 我现在都坏一坏两条 有时候我一个人做了 没有没有 我说他突然回来了 哎呀我说你好高兴 电视手指数 十多年就回来了 哎呀有时候 这个是我的一个梦想 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每年都开一个 强求的这个太阳白会 每年都请我去 很多人都在找我 就说哎呀是你是青红花家 所以我们一直想找你来 感谢你们青红花 给了我们一起的生命 是坐过他飞机的人吗 坐过他飞机的人 你们老子太好了 从来没考虑到就是说 把他的关系弄上去 他是为了贵家 结合小家 他当时有情人在那边吗 他当时三姐姐也在后头 弟弟也在后头 两个弟弟都在后头 妈妈爸爸都在后头 因此弟弟打电话 就说你 你为啥子 你的飞机都开了 不关我们 因此就说 跟妈妈送走分送而死你 嗯 他说你我怎么管呢 他说你我那个救援 不是你们一家 他说你我是无法管你们 他说请你们不要打电话来烧到我 我说他们弟弟 哦 他亲弟弟 他的亲弟弟啊 他想管管不到他跟我说的 他说我就是想救援 跟我跟我母亲的东西 但是管不到 他父母有讲什么吗 他们父母最后就跟我说是 我才见到他 肯定他们父母是有怨人 不得说头 就是毫无含糊 是我是我父母亲 我儿子在天上飞 我是受了在学 肯定我也有想法的啊 前后一个飞行 他完全可以 前后不飞行 我自己会去看他家里面 当然他们飞机 完全可以在他们空中 在他们家里面可以落地 他都从来不违反规定 这些东西全是他有关的 根本一点都没变的 我们接着说 你看到我不是伤心的 我说肯定伤心的 但是 我总觉得就是 我没有感情 我很怀疑 那您就是长久的 这样子生活的话 其实心里还是 还是很难受 不会舒服的 有时候姐比有了困难 是吧 需要人的手 我还是比较难受 我遇到我住不动的东西 我要求人的东西 我真的非常难受 这个是我的心里 话 而以我的原则 看到人家 才有给他一样 打理 人家都是 一起出去 你也有去抓住 我自己很呆 很呆疑 这个人 事故还是有 又说不出来 有苦 但是我从来不在 面前说 所以52岁我就退休了 他说我们就带 我就跟你一起 我们在杭州前 离心地方 他说我退休了 我们两个就好想耍 他说好吗好吗 他自己也不想谈 他要走了 我们两个结婚以后 就没杂着 我就这个终生最遗憾 这个事情 现在还有一些照片留着 都少 很少很少 人家都问我一下 你说我们两个很难地 在一起杂着造像 过年在一起吗 过年他都是自败 三十他都是 把人家自败 出一出二 他都自败 他是大队长 年夜饭都没有 年夜饭都没有 年夜饭都没 在屋吃过 这个是真实的 那几十年都是 我们分学院家属 几十年都是这样子的 不是我一家人啊 我现在分学院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就不给他 不给他施加压力啊 今天帮自己的事情 帮我们家屋 帮我们自己娃娃的事情 做好事 我得付出 他困住了今天 做过飞行人家属 我觉得我很自败 什么时候 感觉到飞行人是危险的 应该是我12岁左右 每天晚上 大概是5月份 当时我和爸爸在家里看电视 他突然跟我说 87年的今天 我的飞机撞在雪山上 我在雪山上 待了一晚上 当时他说 人死就是这样的 一声巨响 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 他的肋骨断了三根 所幸好那次事故 没有一个人牺牲 所以说当时听到他说这个故事以后 我就感觉 其实爸爸的工作是相当危险的 那个时候我就更加崇拜他了 因为我觉得我爸爸绝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 一年以后 我父亲又重返了蓝天 到08年也是5月份 每当我在想的时候 当时可能我爸爸也有一种感觉 他也会想到87年 一声巨响 他认为他还会醒过来 但是那个结果他是醒不过来的 对不起,害怕,现在没有叫 你爷爷叫什么,知道吗? 秋光华 没见过爷爷是吗? 没有 面对灾难 害怕是人类的本能反应 但无数像秋光华烈士一样 主动侵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保卫人民成为了他们的本能 邱光华烈士用三十多年的时间 坚守着航空兵的信念 他认同军人的身份并以此为荣 因为他肩上扛着的 是对人民的承诺 军人 他们从哪里来 是人民百姓 他们的付出又是为了谁 也是人民百姓 他们跟我们一样是血肉之躯 是家庭当中难以割舍的一员 但他们选择成为挺身而出的保卫者 成为国家和人民安全的基石和希望